俄国二号举行史达林格勒战役80周年纪念活动 庆祝苏联红军在这场战役中战胜德国纳粹 从总普廷亲自出席相关的活动并且发表了谈话 他痛批欧美军援乌克兰 让俄国再度面对德国坦克威胁 坦他强调俄国的反击手段将不会只有坦克 暗示威胁使用核武恫吓意味十足 俄国二号举行史达林格勒战役80周年纪念活动 庆祝苏联红军在这场近代史上最大的战役中取胜 抵挡德国纳粹入侵 福尔加格勒的市中心举行盛大阅兵仪式 吸引民众围观 晚间则有炫烂烟火 名为祖国母亲再召唤的雕塑也闪耀其中 俄国总统普廷也亲抵福尔加格勒 在前苏联元帅楚一科夫的墓前献花致意 并发表谈话 他不止痛批欧美军员乌克兰是纳粹复辟 也再次出言动吓 虽然没把话说白 但威胁使用核武的暗示不言而喻 史达林格勒战役共持续超过六个月 直到1943年2月2号德军投降前 有超过一百万人在这场战役中丧生 无连哲编译